大家好,我是吴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你一次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新聞 我差點不只大腰說普通話 有網友說不要再輪肝我的耳朵 所以我的普通話很 很不能之所謂 我現在跟你講 我已經很努力 講得比較好聽一點 可是資質的問題 聽到你們都聽出疑血 所以我們今天就 講回廣東話 今天有什麼新聞,請請大家 給個讚,支持我們的Patreon 無關錢沒有廣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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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了,胡錫進 你講話真是很久沒見過 一篇文章幾百個like 巴能兵 什麼事啊 胡錫進,我們的環球時報 目前總編,現在突入評論員 他說,你佩洛西啊 如果你真的訪台的話 我找個戰機來截你 難道我就擊你 打你的飛機下來 聲音強大 很大聲 我真的不難以為你是官區總司令 對,以為你是三軍總司令 嚇死人 嚇死人 他更加警告 美國,你必須面對 有機會機毀人亡的風險 嘩,真是的 對,惡過什麼 快來有了 人家不知,以為你是什麼事 真的要立即 會不會有選兩國的和氣 和氣?和不和氣 我不知道 他被人Block了 他很好笑 他懂得玩 在Twitter上發文 Twitter? 對,在推特 你們這些人叫做推特 Twitter上 你不讓我微博說 我就在Twitter說 Twitter,因為人家是外國人 更加嚇到他 誰知道被人Block了 Twitter也Block了 Block他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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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大了 你擺明佩洛西 是美國第三把交椅 即是叫做 拜登總統 副總統 接著就是佩洛西 你想想 現在胡錫進 你打算殺人嗎 這件事要跟大家說 另外 現在網傳有消息 吳亦凡出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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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樣 是不是呢 因為懷疑 吳亦凡的Facebook 更新之後 更加有一個女生的背影 換了一張照片 又出來換女生? 這麼快? 這傢伙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留 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留 還是那個account被人盜用了呢 真是不知道 另外 吳亦凡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 禍得很大 對嗎 這位69歲的老人家 真是離譜 拿一條雪條去引誘 一位13歲少女 嘩 雪條引誘人家? 現在是什麼年代 還有叔叔帶你去看金魚 可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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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可以呀 雪條也可以 還要呀 家人發現的時候 這位13歲少女已經大肚 真是 哇 這位老漢 有心有裂 老漢 吹癡 郭美妙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呢 都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是被印度神道講重呢 沒有飯吃呀 連隻老虎都餓到寶寶了 寵物的糧食危機 對呀 講到濟南動物園 有一隻老虎被網民拍到 他瘦到一條疼 在那裡吃草 就說 世界上第一隻老虎 可以吃草維持生命的動物 吃齋呀 對呀 有人就說 你不是吧 你叫他吃草 搞成這樣 然後有人出來解釋 那些解釋 笑死你呀 真是恐怖 另外 有個台灣女孩 被人賣豬仔 賣去柬埔寨 真可憐 打算過去賺錢 誰不知被人 就當錢那樣賺 七天裏面 被人強姦九次 九次 九次 說笑了兩次 真可憐 恐怖 另外 內地有一件車禍事件 真的不是林志榮 林志榮很幸運 車門自己彈開 這部百萬名車在內地發生事故 有網傳消息到門 因為撞車之後自動鎖死 導致乘客被困 導致一死兩傷 Tesla 不是Tesla 是一部類似Alfred那些 就是明星車 明星保母車 人家那個就好像會彈開 這部是不是真的不會彈開 導致困困住了呢 我們先和大家跟進一下 先看吳亦 不是吳亦凡 不是吳亦凡 胡錫進 真是吳亦凡 說得這麼大聲 不是 那些針來的 看看這支導彈 說得這麼誇張 胡錫進 這麼威威 大聲大大 有沒有貨賣 有沒有貨賣呢 是不是真的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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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環球時報前總編 特約評論員胡錫進 已經就著佩洛西 美國第三把交椅 究竟是否真的去台灣的事宜 已經說了很多次 想不到 他一天前 深夜再說 他說 美國軍機和佩洛西專機 如果夠膽進入台灣12海里上空 解放軍 攔截不成功 就射你下來 這樣 嘩 嘩 這句話真的很狠 阿哥仔 你沒有軍階 你又不是 你是官媒 是不是 要吹水 你現在要拿人命 有些人說 吳仔你說的 就叫做什麼 犯過什麼 口業 又說殺 又什麼 他這些不是 不是可以說 就這樣 我喜歡亂批評人 隨便 他這些有商兩國和氣 又說大了 因為大家都當你是半個官方代表 其實也不是 理論上又不是 其實是關事的 很關事的 你不是每個人都隨便說這些 正常 如果人家 在微博說 如果 阿豬阿九 隨時都不見 刪除了文章 他就在Twitter上 說了 說完之後 被人刪除了帳戶 要他刪除了文章 才能解封 其實 胡錫進裡面說什麼 就是 他按照 之前的情況 只要佩洛西進入台灣 軍方便會安排行政專機給他 所以內地不難監測相關行政專機的動向 所以胡錫進主張 在這種情況 解放軍 派戰機 叛飛 進入台灣島的上空 實施大陸軍機對台灣島里程悲悉的穿越 我方英勇戰略得分 將遠遠大於美台 他繼續說到 如果美軍 派戰機 對佩洛西專機實施護航 那麼 佩洛西訪台的性質 就有一個新的進展 就會構成 美方用軍事手段 強行將美國政治元素 投入台灣 這就是對中國主權的軍事抗議 是公開侵略的行為 所以他認為 解放軍 用一個有權採取最強硬的手段 去驅離佩洛西的專機 和美軍的戰機 包括發射各種警告彈 做阻礙性飛行 如果美軍和佩洛西專機 夠膽闖入台灣上空 解放軍 不用想 立即有權 向美國的飛機發射導彈 擊落他們的戰機 和佩洛西的專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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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會說 你如果說到這麼大 我想習大也未必敢說這句話 正常領導人 怎會說這些 領導人說就打仗 這些是宣戰的 別人是第三把交椅 是 是 即是按grading 是吧 即是 你習大習主席 然後 你排下去排第三 然後突然又有一個人說 你敢飛過來 我就馬上丟下你 即是 直接有機會擊毀人亡 這件事真的很誇張 是吧 我覺得 你中方對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反應是正常的 你外交部 當然這些說話也不能外交部說 你為什麼呢 如果外交部說就變成宣戰了 當然不行 又不行 那你又要找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出來 做一些風向 我先告訴你 你們這樣做 即是我們國家有機會 就把你的專機放下來 你不要把我們當作流 但是被人感覺上 嘩 又不用去到這麼強硬 所以為什麼 有人就著現在佩洛西訪台這件事 就說了 8月 台灣海域 兩岸三地 兩岸 不是說沒有三地 兩岸 連著美國 甚至乎整個亞太地區的陣營 新一個風雲再起 甚至乎比之前炒得更熱 因為你看到 無論我們外交部出來說的話 也很短時間發出四個很嚴厲的聲明 另外 加上這些胡錫進的人士 即是我們的官媒的特約評論員 出來說到你飛過來我就打你下來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說扯到嘴炮而已 不用怕 但是 說得出 我怎麼知道你做不做得到的 Touchwood真的做得到的時候 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外交風波 有機會掀起兩國擦槍走火的味道 大佬 你怎麼知道如果他在Touchwood 佩洛西突然屎發行說真的飛過去 然後派飛機上去 去巷軍 其實可能跟他說一下 你知我們國家有空軍的 空軍的機師看完胡錫進的篇文 我打他下來 真麻煩 一會兒有人激動了 有一點點 TOPGUN上身怎麼辦 那怎麼辦 TOPGUN上身怎麼辦 所以 那些鬼佬戲都不會經常亂看 這些有時候講大了 一會兒心一人進去 真的隨時拆槍走火 就很麻煩 不過 我看到這篇文章下面 超多人留言 就說對呀 打他下來 最好打他下來 是要射殺他 完全支持中國開火還擊 吹吹吹吹吹 那不要緊 大家都不如好戰 我看到有些人很好戰 當然有人很有趣 胡總以為自己在做國防部 當然 對的 這是他的評論 好了 先說吳亦帆 剛才也摘了他出來 那究竟吳亦帆是否跑了出來 他的Facebook突然更換了東西 他放了出來 他放了出來玩Facebook 這件事 很多網民揣測 因為現在 原來已經一年了 剛剛好一年時候 上年的今天 吳亦帆以涉嫌強姦罪 被北京檢控方刑事拘留 說他多年形象事業全委 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宣判結果 但是日前 有網民留意到 吳亦帆的Facebook account 突然更新 換了一個新相 和一個封面背景 而背景和我懷疑 還有一個女生在 是否被人吃了呢 不知道 短短一天 超過四萬名網友 就去他那裡留言 引發他是不是出了肉的傳冊 就說 他這個重大更新動作 不單止換了Facebook自己的大頭照片 更加把所有文章刪除了 背景是一張手機截圖 左下角出現長頭髮 裸女 不是裸女 只是裸背而已 就說這件事 會不會就著他 是否真的可以放了出來 有人就說 吳亦帆換親的大頭照片 都是一些電繪風的人像照 而途中 一名新穿潮流復答 倒下頭整理母子的人 又覺得 跟吳亦帆的風格有些不同 所以 有網民認為 他的account已經被人吃了 這樣 是否未知 沒有人知道 有可能他特意轉了 那些東西都不出奇 出得到來 終身監禁 這些混蛋 他呀 活得很大利亞 這樣 這些人是很離譜 唉 講一下我們國家 現在是否真的 放一萬億出來救市 一萬億 一萬億 很多個零 可以吃多少隻雞蛋 吃雞蛋 吃雞蛋 拿來擲 都要一段時間擲 阿石 唉 之前說三千億 現在很多人都說 是否真的不夠猴呢 要加碼 要加到一萬億 我們看看究竟 整件事是怎樣 先說 因為現在 內地的爛尾樓事件 導致很多小業主 紛紛斷工 令到內地市場 正醞釀一個新的項目 就是怎樣去救樓市 有人引述消息指出 現在房地產基金 我們之前說過三千億 這件事之後 就有人消息出來再說 說中國政府希望銀行 最後可以提供高達一萬億 人民幣貸款 協助發展商 完成所有爛尾樓的項目 他說希望而已 你喜歡說的 一兆億也可以 不是啊 你三千億 軟水不能夠近火 對吧 即是要加碼 你要加碼的 你救不到 我都說你 誠哥 拿那九十億來救恆大 打算搞許家印嗎 許家印值九十億嗎 要搞他嗎 不是啊 你救他恆大 要封鬚 封鬚 我們昨天說他 現在欠債多少 二百多億美金 二百多億美金 一家恆大 你那三千億人民幣哪夠頂啊 一家恆大都吃了大半 你還有其他種種不同的地產商呢 對吧 那 因為 內地 早前我們都說過 他搞一個三條紅線 對吧 但是 這三條紅線 導致到 很多 叫做 內房債務違約事件 你現在導致那些碧桂園 旭輝控股等等 都有些頭腦痛的事件 因為有消息註出 中國人民銀行 想著 首先向所有商業銀行 發放二千億人民幣的低息貸款 更加有部門 希望可以用這件事 叫動銀行 把貸款放大到四倍 都高達一萬億左右 這件事 看得不可以呢 因為 有銀行高層和分析師警告 有鑑於銀行 從爛尾留盤 很難回到盤 你明白嗎 他們現在預計都是輸的 呆壞賬 所以 中國央行很難 想著 你說一萬億 就有一萬億 你真的當我 彈彈手指就有 是不是 這件事 預計都難些 不過 這件事 有消息自出 國家的數字 一萬億 才可以救到市場 否則 其實都是 杯水奢身 潑一潑 然後越消越厲害 搞得越多 比少 天文數字 怎麼算 一萬億 都不是 我們都幾千億 我們都花了 是不是 其實 這個世界都是天文數字 來的 說說這位69歲的老人家 怎樣拿一條雪條 你呀 現在那些小妹子 一條雪條 又騙得到 是啊 所以經常都說 要撫養女兒 不是一條雪條 都被人搞了 真是離譜 唉 真是 我們先看看 這件事 在內地 一個69歲的老人家 看看是不是老人家 老漢 報紙寫他 姓陳的 這位陳老漢 性侵 同村少女 姓葉的 葉小妹妹 就說 葉小妹妹當時被人搞 被人強姦 性侵的時候 剛剛 十三歲 唉 真是 可憐 奇怪了 這個 可能她是假名 來的 因為她的姐姐叫雙方 她的姐姐姓張 這個叫葉小妹妹 這位小妹妹的姐姐 就指出這件事 她說她的家 位於廣西北樓市 一個小山村裡 村女童 而這些村裡 大多數的年輕人 都走出去做事 老人家 小孩 就留守村落 她 姐姐表示 她們一同 六兄弟姐妹 而這位 十三歲 她們叫葉子 這是最小的小妹妹 自從家人 父母過世之後 她和另一個大哥 擔負起照顧小妹妹的責任 原來 說到她的妹妹 有輕度精神發育前濟 但是日常生活 和其他平時做的事 和其他村裡的小孩 都一樣 喜歡看動漫 喜歡打手遊 也能夠洗衣服 煮飯 打掃衛生 更加可以幫助小孩 照顧小孩 去年 這個小妹妹 就上學 上六年級 而說到她 這位姐姐 張芳和她大哥 決定去廣東工廠做事 臨行之前 已經把小妹妹 交付了一個伯伯 照顧 就是那個伯伯 就是那個伯伯 就是那支雪條 是 就說 給妹妹 在伯伯吃飯 自己回到家裡休息 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回去村體 開始 姐姐都擔心妹妹不習慣 後來 見到妹妹 都能夠適應 於是 放心下來 好了 在去年8月25日 阿哥回村 探望家人 時 發現妹妹 肚子大得 整個螺子那麼大 即是懷孕了 對 開頭 家人以為 妹妹肥了 是不是好吃好住 不會肥到 真是順情 對 所以有肚子 小孩 後來 看到肚子大得誇張 於是 他們帶妹妹去醫院檢查 就發現 妹妹已經有五個月新人 後來警方立即捉完而返 原來是同村一位69歲姓陳的阿伯 判決書 這件事就拿上法庭 提及到 這傢伙 原來 先後四次強姦 這個小妹妹 導致她大肚 姐姐說 原來這傢伙 趁著妹妹在放學路途裏面 請她吃糖 以及請她吃雪條為理由 騙她去到自己二樓的房間 接著就強姦她 姐姐表示 由於這些小孩 他們都不要 所以就去墮胎 反而這麼年輕 墮胎對身體也有些影響 所以變成她妹妹 落兒子後 導致身體情緒變得非常不穩定 在判決書 現在判決了出來 由於被告人 這位姓陳的人 違背婦女志願 和這個無性自我防衛能力 不滿十四歲的小孩發生性關係行為 已經觸犯刑法 構成強姦罪 因為強姦 不足十四歲的小孩 應該依法寵罰 而說到 這個嫌疑犯 在審訊過程當中 被寵就輕 沒有如實 招供行為 不符合坦白的規定 所謂不坦白 最後呢 法院認為 這傢伙需要賠醫藥費 狐狸費 入院主食交通費 各樣費用 合共 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六元人民幣 和精神損害賠五萬元 但是就此一時 大家都覺得 只是賠錢 不是 當然 法院最後 都判了這傢伙 九年零七個月 除了賠十萬元之外 還要坐九年 是貴的 貴的 要在台灣那些 又不是 賠錢搞定 對 要坐牢 他還未成年 沒錯 但是家人 就覺得 不滿意 因為他希望 這個犯罪犯 親口 跟他們的家人自協 不是只是賠錢的問題 真是恐怖了 另外說一下老虎 這隻老虎 這隻老虎 這個公園出來說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覺得健康呢 這隻老虎 有人就說 哇 這隻老虎 你在山東濟南野山動物園 這隻老虎 被譽為世界上 一隻吃草 可以維持生命的老虎 這件事引起熱意 因為這隻是孟加拉虎 皮包骨 走路也很慢 有人就說 為什麼他這樣 是不是太瘦 有人 有工作人員出來解釋 老虎 是吃草的 吃肉 會容易消化不良 這樣 對他健康 如果太肥的話 是沒有益的 所以 就給虎的吃 給草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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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圈養條件下 老虎 而瘦不而肥 有人就說 你開玩笑 老虎而瘦不而肥 你神經病 當然 當然 有上海動物研究中心的博士 他講出 老虎雖然吃肉的動物 但是偶爾會吃草 在科學角度來講 是有助它消化 吃草的老虎 可能他們都習慣了這個環境 所以這件事也不奇怪 不過 有人就說 動物園 每個禮拜 原來有一天 要被老虎斷食 是嗎 為什麼打坐 不知道 因為對老虎來說 越肥 對健康越不好 半虎 半虎 那他又不用半軍 對吧 有人網民就說 嘩 不是吧 只是開玩笑 你貓科類食草 但是你吃完草 好像皮包骨 那我真的健不健康 我就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說 你嘗試拿其他動物園的老虎去比較一下 如果都是這樣 好像你這樣搖手 那些人就說 放過你 真的有人就說 這隻老虎 小猜不到 以為動物園 是你的樂園 它可以躺平 誰不知 更殘酷過野外 你都跟你剷過頭 然後吃齋 是啊 進來跟你敲警念佛 真可憐 而這個台灣女孩也很可憐 竟然被人賣豬仔 賣了柬埔寨 我們跟大家說說 有台灣人 因為想著在外地工作 可以找一些高薪的工作 而被人點了柬埔寨 緬甸等等 淪為這些賣淫工具 有一個網友發佈了一個台灣女子 去到柬埔寨之後的日期表 原來全部都是去到柬埔寨之後 被不同國家男子強姦的紀錄 七天裡面最少被人強姦 九次這樣說 有人爆料 又說有一個台灣女孩 被人點了柬埔寨之後 後來被救出 說到 真是生不如死 這個人 原來 說到他去到金邊的時候 當日上壽才知道自己被人賣了 他說不聽話 就被人毒打 然後晚上有人輪流強姦他 所以說 這些事情 你以為真是好東西來的 沒有好東西的 哪有那麼順 舊時候那些叫什麼 舊金山賣豬仔都聽過 這個世界都有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告訴大家 網上的偏案固然多 這些所謂的淫工 都是要看清楚 否則轉過頭 就得不償失 就真是陰功了 好像這些被人強姦 那你說多無謂呢 希望胡錫進說話 都是純粹打嘴炮 趙薇當然是嘴炮 他有學過 一會兒有人不注意 聽到他 學完他的壞事就不好了 這些 希望和諧 和諧 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拜拜